攀扶著因車禍意外 而行動不便的哥哥 這就是傅勇來兄弟倆 相處的日常 去年哥哥又因高血壓中風 生活完全無法自理 弟弟無怨無悔地照顧著他 如果沒有故意 沒有別人故意 其他人在故意 沒有人故意 就扮得不慘 不是人故意 人家的父母 對 所以我就在做 弟弟的照顧 難免有不周到之處 哥哥的手臂和臀部 都出現紅疹 此季仁義會志工 立即安排了居家療戶 他弟弟真的 很順利的照顧 但當時 有些時候 因為有些病毒的地方 有些時候 他弟弟可能會有 過敏感 所以他發生肌膚癌 我坐在鼻子板上看 背後 背後我沒有在家裡 他會用自己的肌膚 再來看 看來他也有過 他好好吃藥 他就很幸運 慈濟志工与傅家兄弟结了善缘 在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外 也分享主统存小钱行大善的故事 如今傅永来也开始翻转手心 延续善念 这弟弟就很心宽念存 他就想说 我这一次我出去买咖啡 每一次都是拿着一元出去 然后回来就有三千了 就存入竹筒里面 就是要拿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傅家兄弟的手足情深 事实上也感动了慈濟志工和仁义团队 傅永来说 希望这样爱的力量能继续扩散出去 戴爱新闻 庄慈林 彭敬贤 马来西亚报道